朋友们好,上几课我为大家讲解了JSF的事件处理之一,动作事件。 这几课我们将会为大家讲解我们JSF的事件处理之二,即时事件。 在学习我们JSF的事件即时事件处理之前,我为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JSF的事件处理流程。 首先我们JSF要处理一个事件,首先要重建我们的试图,然后套用我们的请求值,最后执行验证,然后再更新我们的模型,唤醒我们的后台应用程序,到绘制我们的响应一面。 这就是我们JSF的一个事件处理的流程。 而我们的事件就发生在这些流程当中,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动作事件。 我们的动作事件是发生在我们的套用请求值的时候。 在我们的套用请求值的时候会产生ActionEvent,并排入对立,还会进行后面的响应,执行我们的执行验证,更新模型,唤醒应用程序,然后绘制我们新的响应页面。 而我们的即时事件,而我们的即时事件,它是只影响我们的页面的事件。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Button,不需要做后面的执行验证,更新模型,唤醒应用程序,重新绘制页面。 我们只影响我们只影响我们的页面的事件,就会产生一个即时事件来处理。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Button点击之后,JSF会套用我们的请求值,然后处理我们的ActionEvent,等这些做完以后,不进行验证,更不会进行更新模型,唤醒应用程序,绘制页面。 我们怎么来实现我们的即时事件,通过我们的应用程序,来了解它,到底怎么工作的。 这里会用到一个ImitData,等于True,它的默认值是Force,而我们声明以后,会执行我们的即时事件。 打开我们的应用程序,之前其实我们已经讲到这个ImitData,等于True的时候,我们的页面不会进行验证和效应。 我们的输入,启动我们的应用服务。 通过实例来说明,我们这个ImitData,等于True,做了什么。 打开我们的浏览器,打开我们的浏览器,通过浏览器,去访问我们的应用。 Logpost,然后8080,斜杠,我们的应用项目是Dulet,杠,ms,斜杠,login, 点JSF。 输入的有误,我们重新输入一次。 GDP,冒号。 这里有一个。 Logcost8080,然后student,Dent,ms,login.JSF。 首先登录我们的系统,输入正确的密码,passw0rd,登录我们的系统。 在我们这些按键上面,其实是有及时事件的。 比如说我们的添加学生。 大家看一下。 我们打开我们的addstudent页面。 首先我们去掉这个字,看会发生什么,保存一下。 然后刷新一下我们的页面。 重新进一下。 好,因为已经刷新了。 我们没有产生及时事件,我们点击返回主见面的时候,告诉我们。 commercial 那么它走的一个事件流程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事件流程。 在我们执行验证的时候,发生了错误,或者更新模型的时候,发生了错误。 所以我们的页面不能跳转。 而我们返回主见面,不需要去验证我们的学生成绩,或者我们的学生性命,等等等等。 我们的验证项,我们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返回主见面。 不想产生后面的这些事件,验证,或者更新模型。 那我们怎么去处理,就能通过我们的即时事件来处理。 加上我们的一个标签, InmitData 这个属性。 好,我们现在再加上我们的InmitData的语处。 重新刷新一下我们的页面。 看一下。 login.jsf 然后输入争取的密码。 登录系统。 点击添加学生。 当我们点击返回主见面的时候。 现在它不会做这些验证了。 也就是说我们的 这以后的阶段都不会再产生了。 而 我们只需要返回主见面。 这里为大家演示了我们的即时事件处理流程。 下几课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解JSF的事件处理。 谢谢大家。 第一时间来评论。 我们今天访问我们的评论来, 评论来,评论来。 每时二次的评论中有限的评论来评论来评论。 谢谢观看